好来看到封冰箱公所与花莲县记者协会合作 举办认识媒体课程与漏网镜头策展的解说讲座 邀请在地的资深媒体人前往封冰国小开课 让学童认识新闻摄影工作 封冰国小的小朋友齐聚礼堂 难得的要上一堂平常不容易接触到的课外教学课程 那就是由花莲县记者协会和封冰箱公所 共同举办的认识媒体课程与漏网镜头策展解说想座 记者协会派出了更生日报的文教记者谢中章 还有回来电视台的主播卢宇慧担任讲师 向学童们介绍如何拍摄新闻平面照片 还有电视新闻影片 乡长江丽婷表示 很难得有机会让孩子们接触到特殊的职场行业 要让偏乡的孩子们有机会可以认识媒体 也激发他们对新闻工作的兴趣 能够让他们多接触 比如说是除此在学业以外的一些职场 我觉得会让他们更快速的知道 我们社会的职场是什么样子 当然在记者这个部分 其实说真的过去 我们小时候真的小学的时候也没有碰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让孩子除了是知道所有的职场 那不管是他有没有接触到 我觉得这个记者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先早一点让他们认识 记者是做什么的 那因为现在大家也是人手一击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记者除了是在影片的部分 其实在摄影的部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一个过程 那所以现在刚好小朋友也有人手一击 那也希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生活中 习惯中 能够培养出自己的兴趣 不单单说只是一直在看一个网路 能够在摄影的部分 能够提高他们的一个专业 让他们能够在过去 或者是未来都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从平面报纸的新闻拍照 到电视台的影片录影 还让小朋友们亲手触摸摄影机 调整镜头焦距光线 按下录影键 小朋友们既兴奋又欢喜 接下来还前往了记者协会 漏网镜头摄影展会场来参观 由记者协会的两位记者 为老师和学生们解说 相片背后的故事 小朋友们看得很仔细 也很开心 纷纷提出各种问题 看得出来他们对记者工作 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最后老师和小朋友们 以热情的封滨掌声 来感谢聚者学会的课程安排 介络会 封民箱报导